我相信对于中国的 以这种方式去干扰台湾 对台湾的挑战是一定有的 包括不只是马祖之外 在太平岛上很多的官兵 他们似乎也反映说 我在这个太平岛上 我收到 我根本收不到中华电信 它的一个信号 反而连接到是中国移动 这是怎么一回事 资安上了一个很大漏洞 其实并没有被盖台 只是说因为现在在太平岛上的 我们叫同步卫星 它能够提供的频宽有限 那所以如果在上面的朋友 要做除了他 就是做指挥管理之外的事情 自己要打卡 什么拍照 追剧等等 目前同步卫星 没有那样子的频宽 那所以刚刚我们讲到 非同步卫星 它的频宽就比较大了 所以应该我们很快 就会把我们明年年底前 要有700个不同的 非同步卫星的接收站 在全国 那这700个我们是可以调度的 所以我们只要调度一个 到太平岛 那在上面就可以连到 爱台湾 然后就可以有比较好的 这个频宽 是 部长所提到是低轨卫星吗 在这方面 我相信中国的发展 似乎比台湾来的进步很多 无形当中对我们的挑战也是 您所了解的是什么 以我的理解 就是我们现在也已经跟 我们民主阵营的朋友 包含非同步卫星 有中轨跟低轨 中轨我们是跟欧洲的SES 低轨目前是跟英国的OneWeb 我们都会来做验证跟测试 当然还有更多的嘛 Kuiper Starlink 等等等等 那所以呢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只要同时用现在两种 未来三种四种 更多种 发生事情的时候 总不可能这三四种 同一时间都被干扰 都被打下来 所以只要有某一种 海宝池继续存在 我们对外的通讯 就不会出问题 中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如果就是海岸它的上岸点 其实现在很多并不是秘密 大家知道会发生在哪里 那这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如果海上航行的船只 它要下毛嘛 它如果不知道 这个海岸在哪里的话 那它下毛会不小心勾到 所以其实所有的船 都已经知道说 那些海岸目前 好像有台马海岸在哪里 但是呢这个时候 如果还有船只 又不小心 下毛之后再移动的话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比较难事先去防范 因为海岸那么长嘛 每一个点 它都可以不小心把它勾断 但是呢 微波就比较困难 微波它你要干扰 就只能在接收站跟发送站 这两个点上 那至于说 刚刚讲到非同步微信 就更难干扰 因为你700个 有些甚至放在背包里 有些放在车子上 它是可以移动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要干扰 就必须要在高空 非常高的那个天空 那这样一干扰的话 就影响到全球的通讯 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 那在地面上 因为它是可以移动的嘛 所以就比较难像海岸那样子 只在任何地方 你只要知道 它有经过 就可以干扰 这方面 在国会殿堂 许多立法委员提出了关切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比较需要突破的是什么 而中国的优势当中 跟中国在这方面的 积极的一个研发里头 对我们的挑战又是什么 对 我们现在需要突破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我们毕竟在 我们两边都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通讯 现在有一些是要绕到外面 再回来的 我们很多大家常用的 即时通讯软体 它也有视讯功能嘛 我要开始打一个视讯 给你的时候 这一段它是先到外面的机房 好比像说日本 或其他的国家再回来 这个在平时并不是问题 但是当如果海岸 这个严重遭到破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虽然我们两个人都在台湾 但是视讯是打不通的 也没有办法交换资讯 那这个时候 这个认知作战等等 这种境外的讯息干扰 它就有一个土壤 因为你的澄清讯息 没有办法让你自己的国民接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挑战要克服 就是要确保说 好比像说我如果现在用Google Meet 打给你 那这样从头到尾 因为它机房在彰化 所以我们两个中间的所有的线路 什么都还在岛内 那这个时候 就算对外的海岸受到干扰 我们还是可以很正常的这样通话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要克服这个挑战 就是要让这些常用的这些通讯软体 让他们了解到说 也希望他们在明年年底 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叫路由 就是这个路经过哪里 都能够落地 那这个落地之后 它还是云 就是叫做本地云 这个云端在台湾落地之后 现在Google已经落地了 微软也已经差不多了 那等到Amazon如果也完全落地的话 它现在也一部分落地了 的话那这样我们这样子的沟通 在对外的品宽的占用上 就不会那么多 是 这是认知作战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旦通讯出现任何的问题 人心动荡是在所难免的 你们应该曾经模拟过 这样一个状况是不是 其实也不用模拟 因为去年8月有这个出现过 真实发生过 对 那去年8月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大概是有两个主要资安上面的 这种侵扰 一个是说 在一些广告刊版上面 不管是便利商店 还是车站外面的 这个广告墙 都被篡改 放上了这种仇恨讯息 那另外一个是说 有一些我们的政府部会的官网 那它因为就是很多人同时去连线 那它用机器人出连 所以反而我们自己国人要连的时候 会很缓慢 或者是可能有几个小时是连不上的 那这两个搭配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以去散播一些不实讯息 那这些境外的干扰就是要说 虽然其实只是广告刊版被算改 但它可以散播讯息说 整个台铁都被攻占了 这个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都被攻占 那个不是真的 但是呢 等到记者要去官网上面去确认的时候 他发现官网很慢 或连不到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股市崩盘 这些 但当然股市并没有崩盘 而且这些网站很快也恢复 那广告刊版也改过来 那但是呢 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以前我们的资安法里面 只纳管那些公务网路镰刀的设备 这有点像防电脑病毒 那这些在公务网路之外的 像广告刊版这些设备 其实它也会传染 虽然不是电脑病毒啊 比较是认知的病毒啊 那这些呢 我上任之后第一份公文 就是把这些有传播力的 在我们公务场域的也纳管 那所以呢到今年三月 虽然这个蔡总统访美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遭受到相当程度的网工 但是这次就没有出什么新闻了 所以没出事代表我们有做事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 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精力 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挑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 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 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 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 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 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中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 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